而现在最知道的,全世界最大的钻石是怎么来的呢? 钻石是碳纤维所构成的。 诸位啊,就是你要钻石,我告诉你,最大的钻石就等一百亿年以后, 我们这个太阳,太阳越来越会越大,越来越大。 到太阳,当然是几十年后,几十亿年后,太阳越来越大,大到差不多两百倍。 这一瞬间,所有的燃烧,可燃烧的物质,核荣荷的物质全部,没有啦。 你上了,爆炸,你缩回来,最后变成一颗,白矮星。 白矮星就是,简单讲,太阳爆炸到最后爆炸,缩回来的,大概剩下地球这个体积。 那个,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钻石。 到一百亿年后,太阳,能用的物质,全部核荣荷,全部用完了。 爆炸以后,然后缩回来,那颗白矮星,全部都是碳,所构成,统统是钻石。 你这一颗太阳,太阳,太阳剩下整个,太阳爆炸以后,缩回来的体积,跟地球差不多。 剩下一个,整颗,都是钻石。 大家有吗? 看这边怎么办呢? 罗斯探求即开始,心往外持,而以心外求法。 来比求言善难之处,求就是爱求,言就是万化之本源。 生有威神,威就是威言,威德,神就是神通。 为其生献钱,有威言神通之相。 说服求者,求者就是爱求万化,言实之修订。 自然心服心服,心也拜服啊。 将佛涅槃菩提法身,将佛所证的究竟清净。 涅槃明结菩提之不坏的法身。 翻过来,即是现前我肉身上, 父父直直地带相生,即是法身长处不绝, 为将法身说成现前无常的肉体。 而且说法身,是父子一代一代相待而生, 称为是法身长处之义。 简单说,就是将无常败坏的, 说成是长处不坏的。 将然法,说为净法,将世间生死, 轮回说成是涅槃。 佛涅槃,将凡夫肉身,说成是如来法身。 刀子,现在即为佛果。 现在就是现前所在之世间,佛果就是净土。 以及谬说,即染即净,染尽不分。 当今昌圣之,人间净土或人间佛教, 既有是本经此处所指出的现象。 几乎一模一样。 西至人间净土之说,乃为佛所说。 以此人间若能成净土,佛何必再说西方净土或东方净土呢? 答对了,讲得好。 又难道,唱人间净土者其智慧超过佛制? 佛制真的不如此等人之志? 若此人间果能成为净土,佛为何不说呢? 佛为何要叫众生使尽求言? 再者,人间佛教更是为佛所说,因为众所周知。 如来说法是为度六道众生,不只是度人道而已。 所以需要知道,如是之论是坏佛的正理。 问,人间净土以人间佛教之说,除了违背佛所说外,佛,坏佛,正理外,还有什么坏处呢? 答,如是之说有三种过咎,或者是影响。 一,令众生贪爱世间认为是好的。 二,将佛法变为世间法。 三,误导众生修行上变成陆陆盈盈,求世间之有肉果报,不求菩利解脱。 这一点第三,就是我特别认同。 所以佛弟子在忙什么? 你在忙什么? 尤其是出家中。 你出家以后,你未常出家一直忙,法也不懂,心性也不悟,你到底在忙什么? 或者这在家就是忙,也说得过去。 你出家以后,这么忙,忙于法会啊,忙于开光啊,破毒啊,种种。 你这么忙,所以师父,从出家以来,我就不会把自己搞得很忙。 而我所有的忙,就是在法上的传递。 在法上的传递。 啊,因为法上的传递才是最为重要的。 因此啊,世界各地的各国啊,在邀请师父的断然的拒绝。 断然的拒绝。 为什么? 你在这个幕府一定要有一本深入的经典,代表三藏十二部简要的经典。 就是这部任言经。 那这部任言经,你一定要下定截心啊,来讲才有办法讲得完。 我也,印尼来邀请,我去加加达,新加坡邀请也去, 那中国大陆邀请也去,世界各地的美国各地的邀请,这样一直抛一直抛一直抛。 诸位,你听过吗?滚动的石头啊,不长青苔啊。 诸位,所以师父为什么这么下定截心,也无比的坚定意志,一定要把这部任言经完成。 这部任言经,对整个佛理智,末法时期的佛理智太为重要了。 要不然呢,云云的众生,你末法要靠怎么解脱?要靠什么为标准? 要拿什么来做标准呢? 当然要靠这部任言经的尺寸来拿捏标准嘛。 所以啊,第三,再念一遍啊。 诸位,武道众生在修行上变成盲,陆陆盈盈,求世间有乐的果报,不求有菩提解脱。 有人告诉我说,师父你为什么不办一个邪校? 那我说,那没办法啦,有人办就好。 诸位,在印尼有一个怪现象,印尼。 印尼,这个法师告诉我们,说印尼邪校都是基督教办的。 基督教办的,或者天主教办的。 那印尼的天主教,基督教办的,就在里面,就直接跟他受洗。 所以后来,下一代的邪佛的人,都是天主教,要不然就是基督教的。 佛教没有,因为佛教没有办邪校。 虚说不到邪生,没有办邪校,所以虚说不到佛弟子。 那,所以现在的那几个印尼的法师都很辛苦。 他们办邪校是很无赖的,因为要遭受邪生。 遭受邪生以后,再来灌输佛教的思想。 他说,要不然这样子,你抢不过天主教。 抢不过基督教的。 抢不过回教的。 他说,在印尼,他就有这种怪现象。 以邪校为基本盘,来遭受吸收这些邪生。 所以现在印尼的法师也很辛苦,大家都办邪校。 办邪校。 那台湾已经很多人办邪校了。 还有很多人办了议宴啊,总统有。 简言之,就是经上所说的遗物众生。 问,这样邪佛的话,会不会引来魔障? 答,不会。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大魔士。 以及人对正法的信,截与之间都坏了。 所以,虽名为邪佛, 而使指一心一意,在世间法上迎求, 并且坏佛陀的正法。 佛陀的正法是叫你解脱,破无名,自然。 这个才是个重点。 佛的一辈子,只做一件工作。 弘法,立身,自立,立他,自解决他。 所以,并且坏佛陀的正法误导了众生。 因此,其魔士已成。 所以,用不着劳动魔来更坏。 以由经上所说的魔士,皆为魔来坏行者之定, 或坏其借, 而人间佛教所破坏者, 只是坏众生之性根, 另对佛法真正的目的, 使其证信。 所以,没有佛的证件, 开始侮辱佛的证件, 就会使其证信。 以致, 错费, 错修, 或者是废修。 造一些极其阴茫茫茫茫茫的事情, 都认为,这个叫做修行。 这个叫做修复。 简而言之, 就是由错性而错解。 错行, 这一切, 就是由性根破坏所引起的结果。 性根弱坏, 这一切解形及善根皆坏, 成为性不记足, 或者不正性。 因此,性根坏, 就是根本坏, 烂掉。 所以,在这诸位, 如果佛法身不存在, 这这个世间, 就是从根本烂。 一个人, 没有, 没有三宝, 也失去信心, 那不正性, 就是从根烂, 烂起。 对于修行人而言, 一切模式之大则, 莫过于破坏他的性根或正性。 人间佛教对于佛法, 及佛地指之影响, 一言以蔽之, 比法若昌, 昌生了, 大家便误将世间有落的福报, 以及对世间法的贪求, 当作是修行, 就是每一个修行人, 都急急忙碌不堪, 把自己忙不过来, 就把这个当作修行, 乃至亦误以为, 是在修大圣菩萨道, 许致大圣菩萨道, 是要求无上菩提的, 不是庸庸碌碌碌碌碌碌碌的, 忙不过来的, 不是贪求世间法的, 因此人间佛教, 若昌生, 大众对正法的误解, 使其正性, 以及正修行, 佛法之基石基于毁坏, 大宝崇格树皮, 这个念皮, 皮就是毁坏, 败坏, 大宝崇格, 就是佛徒的正法了, 这所谓人间佛教啊, 其实应该证明为, 人圣佛教才对啊, 只现一人啊, 没办法解脱了, 每天庸庸碌碌, 就把这个当作是修佛修慧, 没有佛的正见, 也没有佛的正信, 无别禁忌, 禁忌清净之基础, 就是净土, 为除了现前的人间净土外, 并无其他净土可得, 净土就是依报, 庄严, 金色相, 子摸金色之身相, 就是正暴, 庄严, 口中浩炎, 炎耳鼻舌, 即为净土, 当今提倡的人间净土之人, 也常言以成老为佛事, 其实是以染作尽, 颠倒是非, 是为遗父之不死的妄想, 把说佛世界的成老, 当作是佛事, 而不曉得从这里面解脱, 不知道, 接下来更可怕, 南尼二根即是菩提, 涅槃真处, 还佛真是厉害, 真是厉害, 这里佛所说的, 正好符合外道双修之眼, 什么某圆满, 什么一手印, 什么某某金刚, 等等所谓的某某一切, 就是妄言以南根为定, 尼根为惠, 南尼根交合就是定位, 等之阴阳调和, 这某圆满, 故此营修的万位, 因此而能受得成佛, 即深圳菩提涅槃, 把淫秽之士, 当作是菩提, 而真是颠倒, 比无知者信实慧言, 这种误会不堪入耳, 只言, 离弥无知之人, 尽会信受, 还将他以佛菩萨, 菩提涅槃并论, 实乃亵渗神圣, 其心之贪爱, 无悔可之一半。 末法时期就要下中药了, 开的药要重一点, 众生才会结醒, 义冠又已经透过寿音实境之善男子, 以达到寿音虚荣奥妙, 其心得以离身无碍, 见闻周遍, 由于其寿音已尽, 故不复招寿, 招寿音所起的协力之所获, 沿通妙定, 开发明显, 然此行之, 切以其三不地中, 忽然起一念贪爱。 其心贪招, 刚现出来的响音, 根本六四种子之动向。 为什么这六四种子? 因为这里是响音谋, 这里是响音谋, 更维系的是第七一世的, 什么呀? 最继维系的是八世的, 所以这个才第三个, 透过射, 透过受, 现在是响音谋, 所以当然是六四种子的动向了, 误以为是万物子, 根本不小的后面, 还有一个更维系的第七一世, 还有第八一世呢? 因而开始一味的穷然, 尽管万物变化之际, 参救物性之时, 忠实, 其力精爽精明其心, 探求辨别物理, 分析化性, 以致往外持足, 而是天魔后得其贪着物本之变, 非经负义庞然, 令其口说相识之经法, 其为魔所找之人, 先不绝之, 自己为魔所找, 一言, 自己以正的无上涅槃, 扑地等事, 贤其来比爱求万化之本言, 至善能之处, 辅作, 而非之说, 而说种种物化原本之法, 且乍现身有威严神通之力, 而能吹服求原始之修定者, 令其坐下, 虽善未闻法, 其自然信业, 拜佛, 赐足人等, 将佛所正知, 涅槃不敌之法身, 说成就是现前, 我此无常肉身上, 有夫妇之子, 地带相生之体, 即使如来清净法身, 长足不解, 因此只要拿你敦伦传宗接代, 即使如来法身不断, 而且都只现前所在之世间, 即为佛国净土, 然即是净, 说佛即净土, 众生肉身, 即佛身, 诸位如果说说佛就净土, 那我们修什么行呢? 还要修行干什么呢? 现在就是净土了, 这些都是二字箭的, 并无别有清净基础之一报庄严土, 以及正报庄严之金色身像, 祈求万化本言之人, 信受其魔教, 王是其本所修习, 正信正定之先心本心, 并以生命归一之, 身杰十分殊胜。 这个现在的心态就是这样, 碰到了某, 黄慧讲的某, 让你没有办法觉察, 然后你会感觉我身心光, 包括你的生命, 你的财产通通卖光了, 他都觉得很殊胜, 很值得。 最近几天呢, 很多的基础, 还有法师, 我们也很感动, 这些法师啊, 这个挂单费不多, 哇, 好几位法师都出十万, 我也很感动, 非常的感动, 他就知道, 哎呀, 这个要帮助师父来推广, 这个嫩言救救莫法, 这本嫩言推广出去, 正法就站起来。 单单这个五十种阴谋出去, 都不得了, 你就一定不会走错路啊, 是不是? 所以在座诸位啊, 你要消灾, 要灭罪, 你要希望正法重现, 就孤注一职啊, 可以用生命来下赌注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关键点啊。 还有一点, 佛不赞成去借钱, 听师父这么讲这么好, 我去借钱来应认言经, 哦,不可以的, 这个佛, 违背佛的旨意的, 不可以的, 对不对? 不可以借钱来应认言经的, 这是不可以的, 佛是禁止的, 你就没有钱了, 就好好的安分收集过日, 这个是, 你有多余的钱, 刚好碰到这样的功德因言, 也不是一辈一直都有啊, 那么就是这样子。 接下来啊, 圣洁十分殊胜, 得未曾有, 是得一名之人, 乃之或为菩萨现身, 一是推就其心之所好, 无不成算, 乃之破佛利益, 以禅福为解脱, 潜行, 他以淫义为佛性之大用, 口中浩炎, 炎耳鼻舌身, 五根, 无有不尽, 既为净土, 而以难尼二根, 即是菩提, 那盘真性之处, 亵渎佛法混乱真理, 比无知者, 既信是慧炎, 慧炎就是无慧之言啊, 遂多为魔剑, 此名义从成行之古独鬼, 即义由成行之眼圣恶鬼, 其鬼年老为魔王所录用, 够资格陈魔, 而陈魔的剑属, 请奉魔王之命来, 脑乱世人修正定, 是, 此行者, 此就是真道, 此行者之界定会都坏尽了,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了, 也叫你破戒了, 坏定了,坏会了, 通通坏完了, 没有东西可以坏了, 某吉燕祖先生不玩了, 不跟你玩了, 客家化工来玩就来聊了, 来聊, 有寒的来聊, 有空就来玩了, 走一走, 你去比人知啊, 身体啊, 于是修定, 贪求物本, 便携之地质, 以魔所复之师, 以淫乱邪行故, 寄陷亡难, 受国法制裁, 安安。 如当令魔士修行人, 一先皆知识的魔士, 这不为所获, 方能超越生死而不入轮回。 若迷惑而不截之, 受其恼乱, 破戒定会, 誤导众生啊, 乃是啊, 当多无见地义。 好, 这一座诸位呢, 我们今天就上课, 上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还有四堂课, 四堂课, 一天啊, 我们预计七十页, 今天的七十页已经上了, 够本了, 够本了, 已经够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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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讲, 一直讲, 还好我们以前读过一点书, 这个国语念的还非常的标准, 非常的标准, 咬字啊, 用词啊, 都非常的准确。 再做注意, 郎切经第一天一定要来, 为什么第一天一定要来, 因为要发课本免费的, 拿了以后, 你第二天就可以不用来了, 那本已经拿着力了, 拿着力了, 大家有目的做你去了, 你第二天就可以不用来了, 在第二天, 在第三天再来请的话, 那本就要拿五百公本费了, 五百块啊, 五百块啊, 五百块, 五百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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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天, 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来, 我们有听不听, 听不听不听, 那本就像摸了, 我们坐公车, 坐捷印的,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做学问, 很有效用, 那本你那本很清楚, 真的, 所以第一天你一定要来, 一定要来, 这个大家都是集资啊, 应经典的, 师父不会给你收钱的, 所以人缺经, 第一天, 接引, 以后要来请的, 要看看, 我们就衡量看看啊, 是不是要收个公本会啊, 这个可以衡量, 法的, 牛童是这样子的, 大家都在出钱出力啊, 所以, 第一天来, 不用钱, 这就是麻烦你们第一天一定要来, 意思就是, 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 我们带到就是你的天下咯, 你带到你就自己去看, 自己去显了, 不用听人家说, 但是我跟你说, 那本书拿回去, 你自己显, 无字天书, 我保证你看不? Promise, 英文叫Promise, 保证, 我保证你看不? 今天, 那本又不是像任言人, 我告诉你, 法华经, 翻译的经典, 法华经, 或者是华言经, 它翻译的这个经典, 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为翻译, 你看那个华言经, 华言经的毅力, 它是比较深, 但是翻译的这个文字, 就很容易理解, 法华经也是啊, 你看这个法华经, 也没有什么困难, 我告诉你, 大圣佛法, 大小圣佛法, 公认为最难的, 就是任言经, 没人看有? 没人看有? 今天, 你爱的感谢书妈, 让我讨论很多契, 真的啊, 我如果没有讨论这么多契, 你看我今天讨论小学, 你要讨论什么呢? 讨论小学, 这本任言经看有? 对吗? 是不是按摩来扶心? 老来沉默? 不然这要看有呢? 一定看不到, 所以我那个时候, 在大学的时候, 念这个国文, 成绩就非常好, 我以前小时候的作文, 只要作文写出来, 老师就叫我上台, 念给大家听, 所以, 我那个中文是非常强的, 是非常强的, 这本任言经, 这有一本比任言经更深的, 就是人结经, 一本, 人结经我总共看了十几种版本, 包括太习大师写的, 现在的, 这些在家记事写的, 都不写, 这不是批评太习大师, 或者是耶稀法师写的, 现在的写的, 我都看古秀的, 能结经的义, 都不写, 为什么? 你看到前面的解释, 后面的解释贯穿不起来, 在这之外, 任言经, 如果你听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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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能结经, 只能听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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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就不错了呢, 要够20%呢, 他们可以做这个, 能结经, 我讲能结经, 不是叫你今天听得懂的, 是叫你十年后, 我先把它讲完, 上至十年后, 你再来看, 讲能结经, 最受用的, 会是法师, 会是法师, 法师会很受用, 那么, 这些居士, 那不一定, 在座底下, 如果有那个上, 上根器的, 像六祖, 六祖宝, 六祖宝, 有那个六祖那种根器的, 来听能结经, 那就很受用, 这个还不一定, 不一定, 师父讲的, 不一定适用每一个人, 有的人听到, 跟能结经, 哇, 反而受用, 师父你在说我听话啊, 对不对, 还好, 有个人, 问我说, 师父, 要怎么样证明, 我听得懂, 我确实听得懂, 我是很简单, 当你听得懂的时候, 你可以讲给别人听, 你可以讲给别人听, 而且不能讲错, 你就真的有一点点心得, 我今天讲的, 能结经, 对不对, 你有办法有那个能力, 口才, 回去再描述一下, 给别人听, 那就表示, 你多少有点吸收, 但是你要, 教我说的, 你不能教你说的, 有时候你回去, 黑白针, 黑白针, 这样是有罪的, 这个是有罪的, 这个法是不能乱讲的, 饭可以吃辣的, 饭可以多吃一碗, 这法不能黑白针, 真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应该印好了吧, 人结经印好了, 印好差不多了, 我们剩下, 能言经剩下四堂课, 四堂课, 四堂课以后, 我就, 这辈子, 我的责任全部完成, 能结经是附带的, 附带的, 本来就没有异计要讲的, 但是为了报答佛恩, 也感谢诸位法师来劫下, 还有这些机事, 能结经本来就不在我的界限里面的, 那么, 那你已经讲完, 我就是这样观想, 就我这辈子, 投身在教育里面, 已经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 就像退休的中文老师一样, 退休。 那人退休的中文老师有薪水, 我没有, 我很可怜, 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当年, 人家退休有薪水, 我没有, 所以, 我这样自己观想, 能言经讲完, 就可以让整个佛教兴盛了, 那能结经再继续讲下去, 那就是顿悟上根立志的人, 会很受用。 在这之外, 如果把能言经讲完, 能结经再讲完, 如果你这两本经典, 融会贯通, 告诉你, 所有的三藏, 所向无敌, 没有一种东西可以难得到你的。 那, 现在最难的, 两本论, 一个是, 成为师论, 大制度论, 论最难的, 还有一切师弟论, 三本, 成为师论, 大制度论, 一切师弟论, 这个都相当的难, 相当的难, 经典最难的, 就是两本, 能言经, 能却经, 那么, 论最难的, 大制度论, 成为师论, 一切师弟论, 这一般, 也是公论很难去理解的。 尤其是成为师论, 翻译都是古文, 看不来的。 有一个人, 记事, 写信来, 就是, 师父, 你讲的奖金太浅了, 你能不能讲一下, 一切师弟论啊, 成为师论啊, 大制度论啊, 哦, 这个土地的根气, 这么厉害啊, 是说真的, 说假的, 他要叫师父讲成为师论啊, 当然, 这种根气是可喜可贺的, 所以师父的观想就是这样子。 那么, 人眼睛讲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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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的生命呢, 就是说, 我的责任, responsibility, 就告一个段落。 那告一个段落, 接下来, 我要怎么样来做呢? 我再来研究看看, 师父的弘法不会停止了, 就暂时让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去趴趴山啊, 或者是到司马库斯啊, 跟那些五包减两包的人住在一起, 吸收新鲜空气啊, 我看司马库斯, 都是竹林哦, 不错哦, 都是竹林, 都是竹林不错, 跟一个司马库斯一下打仗, 绑一条绳子, 熊出没, 请注意。 你就看到那个熊出没, 请注意。 所以我喜欢在静的地方, 我这个人不喜欢吵杂, 不喜欢掀法。 连这些家乐福也不错了, 也不错了, 我也不知道哪里面是什么, 都不错了, 讲起来给人笑, 对不对? 所以说, 全力以赴的在做这个教育, 也教育大家, 那么告一个段落以后, 我们就放松心情。 放松心情, 我现在准备要讲的, 心里有准备要讲的, 大概, 也就是说, 在家菩萨界, 六中二十八清, 还有宜兰盆经, 宜兰盆经, 再来, 要讲的这个书超演义, 弥陀经的书超演义, 还有华严经, 这个也就是, 心里准备要讲的, 但是呢, 要讲的时候,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的讲法, 不会了, 我说, 说得了好, 说不得了好, 要休眠就休眠, 睡我了, 要休眠就休眠, 我没说一直看, 一直看, 看到要呜, 我没说一直看, 我没说一直看, 再来就是我睡我的日子, 睡我的日子, 知道吗, 好, 请合掌, 愿意此功德, 愿意此功德, 小哉在座诸位法师, 诸位护法基士大德, 回向本讲堂小哉点灯及亡灵牌位拔斗者, 回向南陀亚的禅士, 那古塔一切亡灵, 回向花莲佛星寺那古塔一切亡灵, 一起念, 上报是总恩, 夏季三毒苦, 若有见闻者细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果, 验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 下个礼拜, 请带《愿言经义冠》 带这本来就好, 下课。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二三 二三 中间第五 想阴摩尼佛 实境贪求敏感 厉鬼来扰 经文 有三男子授音虚妙 不遭邪虑 原定发明 三摩地中心爱弦映 周流经眼 贪求敏感 而是天魔后的其变 非经妇人口说经法 其人眼不截之魔爪 一眼自得无上涅槃 来比蚯蚓善男子处 夫作说法 能令听众 占见其身如百千岁 心生爱然不能舍离 身为奴仆 世世供养 不解疲劳 各个令其下人 各个令其坐下 人心知识先师 本善知识 别生法爱黏如焦妻 得未曾有 世人于米或为菩萨 清净其心 破佛利于浅行贪欲 口中好言我亦前世 以某身中先度某人 当时是我妻妾兄弟 今来相度 一路相随归某世界 供养母佛 霍言别有大光明天 佛意宗主 一切如来所修居地 比无知之信是虚狂 疑是本心 此名利鬼年老沉默 恼乱世人 焰足心生 去比人体 地之以思 巨献亡烂 如当先觉 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 堕无见欲 这是响阴 摩的实境里面的第五个境界 注视 虚爱 弦硬 弦就是弦远 硬就是诸圣感应 就像我们现在的人 喜欢一些感应 一念什么咒 就下什么设立子 一念什么佛 就见佛 见光 见什么莲花 特别的喜欢这个东西 周流经验 周遍流利 精细研究 贪求敏感 敏感就是明和感应 占见其身都百千岁 就是合法童颜 仿佛道行 高深 久修久正 寿命绵长 心生爱然 只听众对为磨所复之人 深深爱着 作为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的 被磨复着的人 不知道自己被磨复着 就像我们现在 自己得忧异症的人 自己不知道有忧异症 一定不会承认自己有忧异症 等到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才指出他说 哇 你得了忧异症 他说不可能 这个着魔就跟这个差不多 自己着魔 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着魔 身为奴仆 乃自自甘 为其奴隶受去欺使 各个令其坐下人 心知是先师 本善之士 为此着魔之人 又令其坐下的每个人 心里都觉得他 是他们前世的师父 或是他们从本以来素适的善之士 须知这种说法是很有射手力的 听者由于贪爱及虚荣 一下就被吸收住了 且牢不可破 哎 这有一个基士啊 家里很有钱 非常的有钱 来到一个道场 一个道场 有一个老和尚啊 就跟他讲 说我等你等你好几年了 你呀 是我前世的徒弟 就像这一句话一样 哎呀 这个基士啊 因为是初学佛法好像碰到了自己啊 一下子供养了五千万 五千万咯 因为他基士很有钱 我就不懂得到这个 不懂 全四个人不懂得到这个 哎 一下子供养了五千万 因为他实在是很有钱 哎 所以啊 有时候啊 啊 我们呢 讲话的时候啊 刚好啊 契合对方啊 就很有魅力了 很有吸引力了 啊 不会是说 啊 我们呢 依法不依人 而且不能打妄语 就像啊 大悟的圣人呢 正道捏盘的 这个妙心啊 他绝对不会活在这种 梦幻的童话故事里面一样 啊 什么都是用 骗人家的 像是卡通影片的 悟道的人不会 大悟的人 永远活在真实 他的心 跟他所活的这个元气的像 是完全一致的 没有落差 理就是事 事就是理 啊 他内心想什么 直接就会表现在 啊 在这个世相里面 他绝对不会去伤任何人 也绝对不会去骗人 啊 不会去骗人 他连可没有供养 啊 也会把佛的正知正见告诉大家 啊 一刚开始啊 有的人会反抗 会反驳 啊 所以佛教最怕那一种啊 啊 掉进资金的坑洞里面了 啊 爬不出来 就是再好的法都进不去 啊 所以来听法了 必先暂时放下你以前亲近的法师啊 道场啊 暂时搁下来 用那个哑量跟理性 来解决生命的真理 也就是说 我们既然呢 啊 依法不依人 当然佛弟子就更应该理性 来讨论一种法的存在性 而不是一味的抗拒他 不是这个啊 接下来 别生法爱啊 别就是另外 因此以仁爱之外啊 又生起一种法爱 当时是我妻妾兄弟 今来相度 这以上文一样 是动之意 情感 贪爱 以及虚荣心 十分容易摄受对方 鼻子有一个高中同学 他们夫妻两人 就是被一个白衣 用这种方式度化的 而且是十分性敬虔诚 这些啊 有时候要用骗人家的啊 这些啊 外大啊 或者是不正见的 来骗人家的 要骗女士 就告诉他 所以你是前世是我的老婆 我们呢 再细前沿 这个莫名其妙的女孩子啊 搞不清楚 人家是在骗他 哎又掉进去了 哎 所以这个很麻烦 所以佛法呢 它是两面的 会用的人 能救无量无边的众生 但是他用错了 就会误导无量无边的众生 说法它有功德 而是指正法 但是说法 也会有无量无边的过失 也就是把自己的佛 根本就没有这样讲 把个人的意见之见啊 摆在比佛正见 还来的深入 还来的前面 让一切众生掉进他个人的之间 个人的啊 不是佛的正见了 这个罪就很重 大光明天 佛一宗著 大光明天就是欲见有鼎天 佛一宗著此为故意 没有称魔王为佛 以有鼎天为魔之著处 并非佛所住 义惯 又已经透过受音实境之善男子 因为现在是想阴谋实境吗 以达到受音虚荣奥妙之境 离身无碍见闻周片 由于其受音已尽 故不复招受音所起之邪力所获 缘通之妙定开发明显 然而此行之于其三目地中 故起一念探着 心爱弦远 诸圣感应 周片流利精细研究 贪求明和感应 修习佛法有一个贪 那么就不对了 它是贪求明和感应 而是天魔后的其贪造之变 非经富于庞然 令其口说相似之经法 其为魔所付的人 言不截至自己为魔所造 一言自己已正的无上涅槃 跟现在的末法时期 所有的出家跟在家都是一样 被佛讲得正确的无比 现代的人一讲一写书 都自己认为已经正的无上涅槃 没有一个不是这样讲的 贪求感应之善能之处 呼作 而为之说种种 显感之法 以头其所好 取着魔人 并且能令听众 掌见其身 开始 就种种的 技术就拿出来用了 着魔者自身 贺法同颜 贺法是白的 就像白贺一样的 很白很白 可是面貌像同颜 同子的颜貌 宛如百千岁 长寿久修之道人 中国很多的道家就是这样子 贺法同颜 看起来好像 有修有正的 长寿久修之道 此端大众 就对他心生爱然 不能舍离 看到这样的像 在这诸位 甚能见体 凡夫见相 看到这样子的像 就心生爱然 不能舍离 乃至干燕 身为其奴仆 秦家荡产 同时的受其其事 并且以世事供养之 秦家荡产的供养 从不觉得疲劳 此着魔之人 又各个令其座下人 以至心当中信之此魔 所负之人 使自己先是之师 或是从本无量节以来 所依之善之事 因此对他除了仁爱之外 又别生一种法爱 法爱 就是类似我们讲的菩提见属之爱了 大家都是来求法的 那么就更加一层了 前世又是我们的上人 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一种 菩提的见属 就是法爱 那接下来就年如交世期 年如交期 不可分离 不可分解 不能站立 得未成有 这句很重要 得未成有 就是角魔的人 还有他的徒弟 每一个人都法喜充满 就是没有一个人 像我这么幸运 得到这样子的法了 这样子的法得未成有 所以如果我们听经文法 一听某一个法师的 或者某一个道长的 就只为 哦 这个是全世界最殊胜的 那么就会变成得少为主 果足不前 把自己捆死在一个角度里面 因为这个得未成有 如果是佛来讲也是得未成有 那是真正的得未成有 可是呢 我们呢 不晓得着魔 也不晓得二字箭 坏了我们的法身毁灭 我们也会一种错觉 得未成有 接下来 世人以移民不知不觉 尽惑为菩萨现身 当然迷惑了 把他当作是菩萨了 清净其心日日 从然其教奉行其邪说 以致破佛的利益潜行 贪意 以赢为修 此招摩之人口中 常常这么说 我以前是在某身当中 我先度某一个人 当时候他是我的妻子 或者是我的妾 或者是我的胸 或者是我的弟 那么今生今世啊 以术世的因缘够 所以特别来相度你 乃是啊 与你相随 归某佛世界去供养某佛 或者是说 以此大千世界中 别有净土名大光明天 有佛已比天中住 且彼处就是一切诸佛 如来所修居之地 比无慧 没有智慧 无知之修定者 为什么叫你要广学多文 世间人呢 知识嘛就是力量 没有知识的人呢 就活在啊 井中里面 啊 就井中之物啊 所以佛徒明明就告诉你 要广学多文啊 为什么呢 比无慧无知者 从来不听经文法的 你没有智慧 他就变成无知 所以别人讲错了 也不知道 所以比无慧无知之修定者 静信是虚狂之言 已是本秀之心 本来修行 修习佛道修得好好的 因为啊 听经文法的时间不够多 不够长 所以啊 人家一走 一讲 就跟着跑 滚动的石头啊 不长青苔 我们这一辈子啊 要跟着一个大善之事啊 跟着一个道场啊 修习佛道啊 说实在的时间已经不太够用了 有的人啊 跑了两个道场 三个道场 四个道场 五个道场 那么实在是太多了 那我们的生命真的没有那么长 啊 接下来 是一是本秀之心的顺从魔教 多于魔术 此名 欲衰成行之厉鬼 其鬼连老为魔王所入用 而成魔眷属 今受魔王之命而来 扰乱世人之修定 是此行者之界定会已破 破坏修行之目的已达到 莫及燕竹新生不跟你玩了 离去彼人之身体 结果贪求敏感之弟子 以魔所负之师 以淫血不能制止 寄信枉难 为国法制裁 阿难 浓荡令末世修行人欲现 决之始终 魔士 则不为所获 方人超越生死 不入轮回 若迷惑而不知决之 受其霍乱破界定会 随顺魔形乃是当作无见地义 接下来 第六 谈求静谧 大力鬼来扰 今晚 有善男子 受印虚妙 不造邪力 原定发明 沙漠地中心爱深入 客机心情 乐出一音机 谈求静谧 而是天母后的其便 非经妇人 口说经法 其人本不截之魔爪 一言之的无上捏盘 乃比丘因善男子处 辅作说法 令其听人各自本业 或以其处 欲一人言 如今未时已作出身 此时一人 以后踏围 顿令其人 岂不能得 于是一众 倾心轻浮 有人起心 意知其造 佛例外众家坚虎 毁谤比丘 骂力图众 截入人世 不必激贤 口中浩颜 未然祸福 即至其时 毫发无师 此大利鬼 年老沉默 脑乱世人 焰足心生 弃毙人体 地之一世巨陷亡乱 楼荡先 结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 多无见义 那么我们这个经文 就念过去 我们在任言经这个讲义 就放慢脚步 一个字一个字 这样解释 那么这个算是 第二次讲 那么第二次讲 因为这里是白话文 所以经文就不再加进去 这就是诸位 如果前一堂课 在这个行音 还有这个试音 行音的识气 还有试音 没有听那个文言文的部分 因为那个加入了很多的笔记 那么那一堂课 如果缺席 那后面的就算是白话文 你也看不懂 有时候一堂课的缺席 会造成一辈子的遗憾 为什么 因为那个现场听的 跟你制造出来的DVD 是不一样的 现场听的是 直接震撼到你内心的深处 你知道师父在表达什么 你要看DVD的时候 你的心也不晓得在想什么 就悠悠散散 所以那个现场听法 跟看DVD是两码事情 是绝对是两码事情的 所以我奉献你 再过两三堂课 我们的能言经就结束了 那么如果说能切经 你就应当发言 不可以切喜 如果你能切经不切喜 你就是师父的知己 那么如果是一下子来 一下子不来 那就是你家住在隔壁 来听法 不间断是师父的知己 那么断断续续来的 偶尔才来一次的 那么我们没缘 你就是住在隔壁 行了没有办法 因为那个南切经是成佛的 成佛的毕业论文 也就是能切经讲什么呢 能切经全部讲第一地大空 能切经 这位达摩祖师来到中国 所传的一本经典 是什么 就是能切经 那你就知道 如果把能言经比喻做博士班 那么能切经就是博士论文 毕业的论文 就是要准备毕业 就是要成佛了 这样做之为啊 能言经的当机者是阿难 他是正出国阿罗汉 而能切经的当机者是大慧菩萨 是实地菩萨 实地菩萨跟佛在对话 而大慧菩萨不是这个说佛世界的人 他是他方实 实地菩萨再来就是正得一生生来气自如的 一生生的大菩萨 他不是我们说佛世界的 那你就知道 能切经的重要 能切经的重要 好 所以说呀 那么 要排除万难啊 要把能切经啊 那么好好的来听 那么能切经讲完了 那么各自就做鸟寿散 过来我就不想说给你们听咯 各自做鸟寿散 因为我的责任啊 完这辈责任完成 啊完成 接下来 二三三一 如今未死已做畜生 你现在啊 虽然还没死 但是你的畜生相已经现前了 啊 来 这个来世啊 必称畜生 这前面还没讲 我念一遍啊 俗世心爱深入 心爱穷极深入之残疾 以及如意很深的传定当中 极其极净之敬 乐主因极喜欢 处于阴影寂寞之处 谈求静密呢 静密就是极净灵密 令其听人各自本业 本业从本以来的数业或者是主业 以此而想其以神通了之过去世 二三三一 如今未死已做畜生 你现在虽然还没死 但是你的畜生相已经现前 来世必成畜生 此时一人以后踏尾 此时就是令叫 踏就同踏 为叫另外一个人 爱其他背后踏着 表示踏到他的尾巴 顿令其人其不能得 顿就是马上 以魔力所缺过 立刻令那个背后 被踏着者的人站不起来 有人其心呢 一致其造 其心就是动念 造就是始开始 为若有人心里一其心 一动念 他就马上知道 你动了一个念头 佛利以外 仲价艰苦 佛利以外 此以佛所致的利以外 更加别的无意之苦恨 无意就是没有意 不能了生死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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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人呢 每天磕大桶 但是问题没智慧 或者是一个人呢 不眠不休的持咒 可是他又没有开佛的智慧 或者是有个人呢 二十四个学生都在念佛 但是他从来不听经不文法 念得烦烦烈烈烈 跟世间人没两样 世间人呢 执着他也跟着执着 世间人发脾气 他也跟着发脾气 那你这样念佛 完全没有意义啊 念佛就是你的心要跟佛 平力一样嘛 不是佛在心外啊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就是阿弥陀佛嘛 不二法门才叫做佛法嘛 是不是 念佛要念到人一心不乱嘛 念到理跟世平等嘛 所以啊 我们要修苦恨啊 但是啊 要修得有意义 甚或另做 借进取之行 从家就是特家 艰苦就是精勤苦恨 此系邪精进 不是正知正见的精进 藉以耸动人心 例如节食啊 断食啊 不食无苦啦 只吃水果啦 长节食七天啊 或者十四天啊 节食七天 名为恶妻 广青老和尚那里 有一个比丘宁 他打那个恶妻啊 广青老和尚啊 有劝告他 后来这个人啊 死掉了 死掉了 自己打恶妻打了 死掉了 所以说啊 没有意义的苦恨啊 我们应当远离 按照此行 当今有人提倡 乃的模仿 佛妻啊 长妻而言 就是在集会当中 令大众啊 都节食七天 只喝白开水啊 明知恶妻啊 西知啊 此非佛法行 乃是外道行 只有二肚子 不行 不是佛法的 只喝开水 也不是佛法 所以正确的修行方法 是正常吃饭 正常睡觉 平常心事道 二三三二 诽谤比丘 也就是斥责 比丘们呢 对他们所教授的非离苦恨 不够精进啊 或者是啊 赤言 赤就是喝赤啊 喝赤啊 就说你看 你要像我们这么吃苦 这样精进 你根本就没有发心修行啊 你吃不了苦啊 接下来 骂利徒众 这个一切啊 出家跟在家 都要特别小心 利就是因 就是骂 以恶言 家人 叫做利 这个就是说 在集会当中 简单讲 就是 不让对方 有自尊性啊 对大众 来批评某一个人 是很没有道德的 揭发人家的隐私 会很伤我们的德性的 浩劫人之师啊 是最伤德性的 所以在集会当中啊 大骂徒众 表示他没有私心 要骂就公开骂 按照 那在此 对出家同道 有意欣赴 若要教诫他人 不论对方是在家 或者是出家 最好不要破口大骂 更机会以封策行之啊 就是话中有话 就是讽刺啊 人的内在 如果涵养不够啊 虽然呢 看起来像在赞叹对方啊 其实啊 是在啊 噎语的 这个你在 任何的剧情上 你都可以看得到啊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个姑娘啊 长得很漂亮啊 那么有的人啊 诚心地赞叹她 说 哎呀 这个姑娘啊 长得很漂亮啊 但是很诚心地 赞叹她 那另外一个啊 也长得不错 但是大家都不赞叹她 她就说 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啊 这个 文字都一样 但是那个感觉就差很多 嗯 这个 这个姑娘长得很漂亮啊 哦 那就听起来很辛苦了 嗯 所以这个有讽刺啊 自己啊 要先要把 能够把持得住 在座诸位啊 无论出家 在家 你一定要记住 是非计划 最忌讳的 就是把你的情绪 表现在你的脸上 这个不是佛陀的弟子 在大众当中 记得 你这个脸是代表佛陀的正法 你一起称恨心 你怎么将化众生呢 对不对 你自己都没办法 把持得住呢 那你怎么 能够有办法 因缘去感化 所以啊 自己先要能把持得住 才配教诫她呢 教诫她呢 是以软言为语 这个太重要了 要柔软语 来安慰对方 这个非常重要的 所以哲学家说呀 赞叹别人 要在大庭广众啊 劝导别人 要在私底下 寻寻善诱啊 不宜出语 恶以罵 这个立罵 恶以立罵呢 只是发现自己的嗔恨心 不能教诫她呢 理她呢 又有一些法师或者是 主持啊 在在家人前面呢 斥责出家众或者出家弟子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 我们出家人 在弘法应当平等的赞叹 我们呢 赞叹佛 赞叹神 赞叹护法 济世 这样弘法 才能够为大家所接受嘛 是不是 尤其是出家人 在演讲的时候 特别注意 看看啊 又有人在演讲当中 一再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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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止一次了 不止一次了 多次 当今在家人修行 比出家人好 此为 陈阳在家 击毁出家 甚为不妥 你知道吗 十方 三世一切佛 都赞叹出家众 你想想看 在家居士 有难理 没有办法断清净 他怎么样 有办法 像出家人 当然我想指的是 真的想修行人了 好 在家居士修得很好的 也有 我们也非常的赞叹 不是说在家居士 就没有修行 我们现在讲的是 普遍性的存在 在家居士 为什么佛陀说 在家居士 最多只能赠三果阿罗汉 是因为他有难理的盈役 没办法断 这一点出家人 就也会 真的是修行人的出家众 不是来晃一下的 穿个出家衣服来破坏的 这个不包括在内 真正的出家众 要全断盈役 这一关 就比在家居士强很多 这一关就好 所以我们就应该知道 我们除了赞叹佛 赞叹法 赞叹僧 要赞叹护法基士 所以我们在讲经说法的当中 是不是我们要赞叹护法基士 就反过来更应当赞叹比丘才对 各位 各位 如果佛法身被破坏 佛教这一棵大树就重根烂起 各位 佛已经不在世了 法 三藏社不经典摆在这个架子上 自己不会讲话 要坑 靠生来鲜养 各位 三宝的生者重任 全部集中在比丘的身上 比丘是七重之手 你没有赞叹他 你反过来毁谤他 你想想看 这个不是重根烂起吗 这个就重根烂起了 这棵大树 不久就将会到 因此 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佛 没有法 没有生 都这样搞 佛教就是要灭亡的时刻到了 并不是说 在家基士很强 佛教就灭亡 不是这个意思 基士很强很好啊 对不对 但是基士越强 他心中的三宝信念就会越强 因为他知道 只有佛法身 才能够代表 整个佛教嘛 这是根嘛 再看一下基 说 有一个老法师啊 不止一次 多次 说当今在家人的修行比出家人好 此为成阳在家人机会出家 甚为不妥 这会令在家人轻慢出家人 结果是令他能造不尽三宝之罪 这就是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你今天你在干 杀 杀 盈 忘 重罪 你只会下阿比第一 注意听哦 放活 放活 放生 他是死 阿比第一 再注意注意听哦 你犯了根本重罪 你犯了根本重罪 杀 盗 盈 忘 放 你只会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第一 受苦 放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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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生 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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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 又对深重 焦慢 故事非常不当的 所以在我们讲堂啊 也有看到一些 接下来 揭露人事不必急选 揭露人事不必急选 揭露人事 揭露人事 也就是当面或者是公开揭露他人的隐私之事 如此以显示其执行案 曾有些人呢出版自传式的著作文中详述许多道场及个人之间的恩怨斗争是非等等 如是著作或者是言论 即有犯本经 此条 也就是一种模式 再做诸位啊 佛教 讲一遍啊 佛教最可怕的就是受到委屈 又不敢去伸张正义 啊 然后就怎么样 发注意黑喊 佛教最多的就是黑喊 如果你是出家或者是你是在家 你记得 只要你受到黑喊 我都告诉101通通不要看 啊 你有受到什么委屈的 因为你收到那一篇文章 都是片面之词 这是他个人的立场 里面的真正的内容你不可能了解 我们不受人家利用 每个人讲都每个人对 写出来你收到的黑喊 都是自己另外一个对的一个角度 他自己啊 比别人更可恶 那一个角度一定不会写的 所以我就告诉101 只要对佛教有负面的伤害佛 伤害法伤害身的 拿到就脚掉 通通在这里通通不准流通 我们是和谐的团体 是司法平等的无有高下 我们是庄严的团体 不容许这个社会来分裂我们的身团 还有护法基斯 是动摇他们对三宝的信心 绝对不准的 接下来 口中浩爷呢 未然祸福 未然就是还没到的 然 这如此也 即使是 事实之意 邪魔或是外道 所浩谈的祸福 多半还是以缩阳 缩阳为多 用意下呼众生 令其身部位 恐惧心慌意乱 无所适从而求其救助 破解 于是便认他摆布 又下呼众生 跟观世音菩萨的十五位正好相反 所以知道啊 下呼人是最不慈悲的事情啊 常常讲世界末日快到了 不要用这个来下呼众生 佛早就告诉我们啊 不应当这样子 如果常常下呼众生 这是最不慈悲的事情 让众生恐慌啊 妖言惑众 是谋所行之事 而安慰一切众生有情 稳住大家的信心 安定社会 安定国家 才是最重要的嘛 要立安众生嘛 这是菩萨的事业嘛 所以修行人 应尽量避免 吓唬别人啊 或令他人啊惊恐 心身不愧 或者是烦恼 方何以佛 慈悲之之 那么 大陆一些佛弟子啊 就打电话来告诉师父啊 师父啊 有法师说要四季末日到了 有什么是海浪啊 或者是一些什么 海啸啊 几百公尺啊 我就跟他讲经典讲啊 我们应当 不应当这样传 他说 哎呀这个义言家 什么很准啊 又是老法师讲的啊 我也跟他讲 科学 有科学来解决问题 我们是出家人 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 科学家 对这个天文呢 地理有他的仪器啊 来测量啊 美国的太空总署啊 NASA 太空总署 都没有发布这样的信息 何以我们在家啊 或者出家啊 这样子一直 谣言货众一直这样传 这样不好的 后来啊 这个居士听我的话 就仔细了 可是他就穿得沸沸扬扬了 后来啊 并没有四季末日啊 或者是什么海啸啊 也没有这回事情 那现在啊 昨天呢 大陆团的又来拜访啊 他一又问到 2012世界末日这件事 我已经跟他讲 没有这件事情 人家那个玛雅文化的长老 就已经出来讲 一 玛雅文化五千一百四十四年左右 才一个寻反 那么 呃 我们的今年是 历算是2012 他在三 西元前三千多年开始历算 到今天 2012是一个段落 啊 所以玛雅的长老出来讲 2013年 是玛雅文化新的寄言 玛雅文化并没有说世界末日啊 没有啊 啊 也没有什么种种灾难啊 也没有 那么这种种灾难 是每年都会发生 像台 台湾的台风啊 或者地震啊 这全世界每年都有地震 这个不只为其火山爆发了 像冰岛的火山爆发 这个也不叫做世界末日啊 是不是 这言辞啊 我就告诉啊 陕西的这个西岸的基石 要毁灭地球 只有三种力道 一 一颗超过四十公里的行星来撞到地球 那就等于一百万颗的原子弹爆炸 这个会毁灭地球 所有的动物跟植物 第二 啊 地球的磁力线改变 磁力线改变 就是 啊 我们所讲的岩浆啊 重金属啊 岩浆啊 这热的岩浆 这个热的岩浆 七十万年南极掉到北极 北极掉到南极 因为有磁力线 简单讲 这个地球如果 南北极的这个岩浆 不再流动了 这个地球就停摆 因为没有磁力线 没有磁力线 就没办法保护这个紫外线 没有办法保护没有紫外线 的 破除紫外线的这个保护的磁力线 没有磁力线 就没办法保护太阳的紫外线 那么地球就会烧焦 所有动植物就没办法的 啊 第三点 那么时间的问题 经过了四十亿到五十亿年 那么地球就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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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 吸引 那么就被太阳所吞没 这是科学家预测 四十亿年以后的地球一定会毁灭的 除了这三种力道 其他地震了火灾了海啸 都没有办法让地球毁灭 目前没有办法 所以啊 我们应当听佛语 要和谐要和平 要安慰一切友情 要立安众生 这是菩萨的行为嘛 不要妖言 不要惑众 同时要不要义务的宣传 没有必要这样子做 接下来 啊 即至其是 好法无师 此位 等时间到的时候 他所一言的切多丝毫 不差地实现 但这是指真正的魔 所做的模式而言 至于当今呢 也有很多的一言 但都没有实现 如一言呢 世界末日啊 地球毁灭等等 如前一阵子的 非谍协会事件 那是因为比协会的 发起人所着的魔 并非大魔 而是小恶神 小恶鬼 没有大的魔通 只有极部的 小小的鬼通 非鬼 以此小小能耐 而富于以此邪见的 贪着的人的身上 以求的一时短暂的 恭敬祭祀 供养 然而此 迎头小令一达到 这小鬼 便离身而去 而招母之人 且因一言不灵 导致身败 明裂成可明 所以佛弟子在这里 要劝导大家 科学专业的领域 由科学家来发布 我们出家中 或者在家中 不是科学家 我们应当尊重专业 那就像其他人 尊重师父的专业一样 其他人尊重师父的专业 那我们也尊重科学家的专业 各司其职 互不妨碍 不要说你今天 你一个法师 也不是科学家 专搞一些议演 结果时间到又没有 这样 人家对出家人的诚信 会打问号的 不讲还是最好的 接下来 二三三四 一贯 也有必透过 寿因实敬之善男子 以达到寿因虚荣奥妙之敬 得以离身无碍见闻周遍 因为其寿因已尽 所以不复遭受 寿因所起之协力所获 言通之妙定 开发明显 然而 此行者一期三目地中 忽然起一念贪草 心爱穷极深入之残极乃至十分客极 不舍心情 且乐出阴隐寂寂寞之处 贪求禅定中极其安静 灵密的境界 而是天魔后的其 贪求静密之变 因为你心中有贪 就非经负义旁人 令其口说相识之精法 其为磨所父之人 本不皆知自己 以为磨所着 以言自己 以正得无上涅槃菩提等 贪求 因其之善难之处 夫作而为之说种种 因其之法令其听法之人 各自从本树叶 以显其得过去世之通知 或以其说法之处 以一人言如今虽未识 但以作畜生相 说畜生相 那已然现前 为了证明其说 一次次次另外一人 于其身后 踏其尾 以磨力所加固 顿令其人 其不能得 不能起身 一时一众皆 倾心 倾腐 所以这个磨 有时候显现一下 他的功夫 你只要没有贪心 就不会被迷惑 社医会中 有人忽然 刚起一心念 此着磨人 以之其念 之造死 他并以佛所至 立以外之非离 无益苦恨 或者是诡异之行 令大众 众家 敬请苦修 用于聪动人心 也是误导人 入益外道 是借进取 借进取就是 不是佛制的戒 你无益的戒 叫做借进取 没有意义的 没有意义的持戒 叫做借进取 破佛禁戒 佛叫你吃的戒 你不持 外道啊 叫你吃的那个戒啊 你就却持 叫做借进取 别更诽谤 比丘啊 恶意 骂力途中啊 攻击 泄露他人之事 再次诸位啊 在大众当中啊 揭发人的隐私 这是最没有道德的 有时候那只是私人的事情 像现在的 你看到台湾那个 因为报章杂志啊 非常的兴盛 有时候那些大企业家 或者政治家 是真的假的不知道 有时候只是私人的事情 人家私下都瞧好了 那个报纸把它搞得很大 让你真的假的摸不着门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报章啊 杂志啊 电视啊 这个报道啊 如果你有儿子啊 或者是女儿啊 干这个新闻记者啊 写这个文笔啊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要写得太耸动啊 让整个社会乱掉啊 整个国家暴动啊 这个不好 不必激险 一切用意引发 破核核生之忤逆罪 苦衷耗颜 一事实未然之祸福 其次其所欲言之实也豪华 无差实的实现 就是有一点功夫了 他就是利用这一点功夫来欺骗你 就像魔术师一样 变化了种种魔术师迷惑你 你认为 哇 这个人太厉害了 结果他只是魔术而已 此为大利鬼有大神通力 其鬼连拿为魔王所录用 而曾魔剑 今奉魔王之命而来脑乱世人修习正定 是其戒定会 具坏时 破坏修行之目的已达 某即燕足新生离其彼人之身体 已是修定之弟子 以为魔所付之师 具现亡难 为国法所制裁 阿难 柔当令牧师修行人 一先皆知持证模式 则不为所祸乱 方人超越生死不入轮回 若迷惑不知觉知 受其祸乱破戒定会 哪个法师讲的是不是正法 很简单 叫你持戒的 那个法师就是正法 叫你修禅三昧定的 那个法师就是正法 叫你开佛的智慧 正知正见的 叫你广学多文的 开佛的智慧 那个法师就是善知识 你记得 真正的善知识 就是叫你修戒定会 所有的二知识 就是叫你破戒定会 叫你好好的念佛 没有错啊 念佛叫你不听经不闻法 那烦恼来怎么办呢 是不是 那三藏十二部经典 设在那边做什么呢 这就是这位啊 在台湾啊 有很多人都念佛 我们都随喜赞叹 那我就告诉他说 释迦摩尼佛 如果说叫你只有念佛 那么三藏十二部经典 摆在那个地方 释迦摩尼佛为什么要讲四十九年 懂佛徒的用心吗 是不是 因为根器不一样 各个法门都有应该存在 是不是 那么念佛很好 我们讲堂 从头到尾都念佛 也诵经啊 是不是 但是你念佛 后面有记住大智慧的念佛 要念的没有烦恼 这一句是真佛 要念的有烦恼 那你这一句是假佛 没有力道 你现在念佛的时候 你都还会发脾气 你都还会起无名 那我问你 你灵命中有把握吗 为什么要听经文法 听经文法 就是在解决灵命中 那一念如如不动不起一项的念佛的力道 你现在不培养定力 没有智慧 念的佛 反反恼恼 我告诉你 你灵命中没有把握 为什么你灵命中 你会不会颠倒 你灵命中要想不会颠倒 你就是必须从今天开始 好好的听经文法 好好的做 哎 并不是说念佛不好 似乎没有反对念佛 讲堂每一个人都在念佛 不是说念佛不好 念佛非常非常的好 要念得很有定律 要念得很有智慧 事物的目的就是这个 谁是魔性 乃是必多无间地义翻过来 谈求寿命啊 三川土地鬼神来着 2336经文 有三男子 收音许寿命 不着协力言定 发明三目地中 心爱之鉴 情苦严省 谈求寿命 而是天末获得其变 非经妇人 口说经法 其人数不截之魔爪 一言之的无上涅槃 乃比求之三人之处 辅助说法 虽然无端 以说法处的大宝珠 其母或是化为畜生 口弦其诸 及扎珍宝 检测辅毒 诸其义务 先受彼人厚招其敌 或有听人 藏于地下有名月诸 照耀其处 识足听者的未曾有 多时要朝不参家传 或是日餐一马一脉 其心非冲 魔力持故 毁谤比求骂力途中 不必激险 苦中耗炎 他方宝藏 释放贤胜潜力之处 随其以后 则往往竟有奇异之人 此名三年土地成防 穿越鬼神连老成魔 或有先言 破佛借力 以尘世之潜行武艺 或有精进 存实草木 无定形式 恼乱世人 厌足心生 岂比人体 地之一失 巨性盲烂 如当先及不入轮回 迷惑不知 多无建议 注释 心爱之鉴 爱就是贪爱 之鉴就是超乎 反复的宿命 之鉴 后先其核 其核 其核 之先前所获之宝珠 检测腐毒 腐就是足腐 毒呢 就是温书 性杂 性杂 这个杂呢 就是木所制的 木制造的 以前呢 用木 木头所制造的 有的是用竹片 有的是用 这个木片 接下来是 宣饮 公然淫乱 无所淫言 尘世者 事后的人 即以世者等等 或有精进 此为邪精进 非正精进呢 存食草木 正参不吃 专吃草木呢 此为以外道 借进取之一行 双破行者之戒 戒会 所以佛陀说 正常吃 正常睡 这样的精进用功 就是正法 不要搞一些 稀奇古怪的东西 无定形式 如朔朔称 这是个念朔 如果一次又一次的 起称恨心 朔朔喜 喜怒无常 再做诸位 如果你的念佛 自己考试一下 如果你的念佛 念了五年十年 那你呀 还没有办法 断除那种称恨心 对某一个角度 某一个观念 某一个人 某一种法的知见 你还起不满的心 那么就 这个就不是佛的心 能够容纳一己的存在 才能成就自己的伟大 所以 因此啊 我们的心啊 如果看到 别人的修法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就起称恨心 起攻击 毁谤心 讥笑他 那个别人不如我 再做诸位 刚好相反 你不如别人 你还有这种 说说称 再来就是说说喜 莫名其妙的喜怨 喜怒无常啊 这个就是情绪 诸位 极端的情绪 就不是中庸之道 就不是福法 是时轻时度 一下子精进 一下子又懒惰 哎 没有一定 令修定人 抓不到头戏 以让人结得 默测高深了 地冠 又比透过 受音实境之善男子 以达受音虚荣 奥妙之境 得以离身外 敬闻周遍 以为其受音 已禁锢 不复遭受 受音所起之邪力 所获 严通之妙定 开发明显 然而此行者 以其三目的中 忽然起念 心爱超凡之宿命之间 因此一定中 请勿研究 行尸 贪爱 求其宿命通 而是天魔后的其变 贪求神通之变 也就是非经负义旁人 令其口说相似之经法 其为魔所负之人 数不知之 不知皆知 自己 以为魔所造 一言之极 以正的无上涅槃 菩提等等 随其来贪求宿命 通 自见之善能之处 辅作为之说 种种 宿命通之法 以头其所好 是着魔的人 无端 没有任何的原因 与其说法处 顺手 就得到一个大宝珠 以显其锐印 及神通 其魔或者是有时候 划持着魔人 成为畜生 扩仙 其先前所获之宝珠 还有这个杂宝 以及杂珍宝 或者上古时候的检测 祖福 目睹 但古东 史料 其诸其异物品 先受彼人 后父 后父 招其体 就先给了他 莫名其妙的 又回到自己的身上 现在 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或又听法 之众人 未尝一地下中 有名月珠 其光 照耀其处 是诸听者 验之俗识 其情信 信效 未尝有之欢喜 此为以 私有事物 引发其贪爱心 或是多食药草 不参家政 或是日餐 一麻一脉 然其形体 依然肥虫 以魔力所持过 此为以外道 借尽其之以法 用于双破行者之正 戒定会 常诡谤 比丘不休 其所交之 非礼苦恨 注意那个非礼 非礼就是说 没有道理的苦 不是佛所制定的 那种苦恨 有意义的苦恨 骂力图众保时 终日不必激贤 此为淫发 令犯破何何生 大罪 二三四零 又口说 又口中好言 他方保障 此为或之以世间利益 或者是十方 贤胜潜逆之处 严格带他们 前去亲近供养 在这诸位啊 这个可引诱人啊 如果有一个人 讲堂因为有上过五十种阴谋了 在这如果再没有上五十种阴谋 说十年前啊 来这里 我带你们去看 哦 那个法师啊 一念这个大悲咒啊 不得了 那个水会滚啊 虚空通通下四利子啊 讲堂明天上课就没人了 就没有人了 现在就不一样了 大家上过五十种阴谋了 知道这些稀奇古怪的 对我们的决信没有什么帮忙 对生死 好了 真的你念之后念得怎么样感应 跟了了生死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种真上言不错 念佛念得很感应啊 什么什么开水滚啊 种种的舍利子啊 怎么样子啊 这个跟了生死其实是两码事情啊 要了生死了 要破无名啊 要见法身啊 又有三昧的定力啊 开佛的智慧 这个是根本啊 所以了生死不在向上来论断 是在心性来论断 你现在有没有陆陆不动 不取一向 有 那么你的心中只有这一记阿弥陀佛 任何的东西来到你的面前 都不会引诱你 你的心 基信就是佛 你的心就只有这一记阿弥陀佛 你一信一意 就是要去极乐世界 其他 通通 没有办法引导你 诱惑你 如果你有这种心 百分之一百 可以往生 平常要修福要修毁 好 诸位啊 你如果啊 这个杯子啊 一念 整个杯子啊 都是舍利子 不能了生死的 这跟了生死 没有什么关系 我一直做 就整个杯子 通通都是舍利子 and so what 那又如何呢 对不对 舍利子在心啊 舍利子叫做坚固不坏啊 舍利子在心性啊 不在这里啊 而且你念的那个是真的是舍利子吗 哎 因此啊 你要了解啊 有时候人家会造假的 这舍利子有的人家 有时候会造假的 有时候是 其实没有看到什么啊 看着徒弟啊 就去外面了 说怎么样怎么样啊 我的师父有神通啊 我的师父怎么样啊 然后一直讲 我师父做一念怎么样怎么样 都是一直撑阳自己的上 然后一传十四传百啊 然后越传越膨胀 他师父的能耐啊 能力啊 你从来也没看过 一听到 哇就耸动人心啊 就很想去亲近他 哎 就想带你去亲近去供养啊 在这之位啊 所以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亲近的这个上人啊 最笨 哎 最差 就是我一点神通都没有 我念佛念咒啊 也不会说什么开水滚啊 或者当然也有某一些 很强烈的感应呢 但是我觉得那是只是一种 佛给我度众生的一个方便啊 佛加倍师父的一个方便 但是师父还是以法来解脱 大家内心深处的无眠 所以在这之位啊 大悟见性 你就不会活在这个童话世界里面 你过着就是真实 时时刻刻就是过着真实 不会过在一种 梦幻的童话故事里面 你现在到日本迪士尼乐园啊 我们到日本东京迪士尼乐园 很大了 师父就去运动啊 他们就去坐 坐那个什么高空啊 排了好几个钟头啊 才排到他们 坐下来呕吐啊 我都在旁边鼓掌 哦好勇敢 好勇敢 好勇敢 坐下来呕吐 年色发白了 很好啦 出国啦 花钱啦 呕吐啦 阴陷啊 真的是出国的目的了 杰到陀影了 прод调的 我在旁边都念大悲掌啊 为什么坐在旁边念大悲掌啊 我怕因为空中担被悲出去 我们这一团 三十个人去 剩下二十八个回来 接下来是 随其以后而亡者 往往见有奇异之人 该鬼灵精怪所化也 此唯一出世间之利弥惑之 此名山林或者土地城防 或河川杀一只鬼神 其鬼年老后 为魔王所录用 而成魔剑鼠 其中会有另招魔者 功能先行 淫乱无所必尽 破佛的戒力 于日常的尘世者 是自己父之人 潜行无益 暗中的造作 无益之乐 此唯一诸一破行者之戒恨 或有另其 其邪精进存实草木 此唯一一性破坏其正会 或无定行者 说称 说习 这就诸位啊 一下子其诚恨心 一下子成习业心 一下子精进 一下子懒惰 莫测高深了 以恼乱世人修定 此唯一杂乱 破坏其定心 其之行者之戒定会 皆其破境 破坏修行之目的 已达 莫其燕竹心身 而离其彼人之身体 于是贪求寿命之弟子 以为莫所负之师 以邪行不能止顾 众巨性亡乱 为国法制裁 阿难 罗当令莫世修行人 欲宪 皆知此种模式 则不为所获 方能超越生死 而不入轮回 若迷惑 而不知皆知 为其所获乱 而破戒定会 随以模型 来时当度 无见地义 第八 贪求神力 天地 大力 精美 来找 经文 由三男子 受印虚妙 不照协力言定 发明三目地中 心爱神通 种种变化 研究化验 贪求神力 二十天末后的奇变 非经妇人 口说经法 其人成不截之魔爪 一言 自得无上捏盘 来比求通 三男子处 辅助说法 世人或守之火光 守处 其光分于 所听事众途上 持住听人顶上 或光 皆常述词 亦无热信 尘不焚烧 或水上行 或里平地 为宫中安坐不动 或入平内 或出壤中 亦有透枪 尘无障碍 为斗兵不得自在 自言 是否深造 百亿受比丘里 诽谤 产力 骂力途中 激怒人士 不必激嫌 口中常说神通自在 或付令人旁见 佛独 鬼力 或人非有真实 赞叹 行影 不回出行 将诸 猥蜉 以为传法 指明天地大力 山精 海精 风精 河精 土精 一切草木 积极 精美 或付荣美 或受众 先在活为美 或掀其中 既念 殷实 其行不化 他怪 所乎 连老 沉默 脑乱世人 燕足心生 弃皮人体 弟子 已是多性 亡难 奴党 先劫不入 轮回 迷惑不止 多无建议 注释 心爱 神通 种种变化 心中 他爱 神通 所起的 种种神妙 变化 研究 化研 研究 变化之根源 就是神通 变化之本 分以 所听 所听 就是所有听众 唯一刀兵 不得自在 唯一就是通肥 唯有 持有 自在无碍 以谋 未离异 所以有身见 因此 善不能一刀兵 无碍 人会被刀兵 所伤 不像是六祖 半夜 人家拿刀来 六祖 把那个脖子 伸长长的 给他砍 三挥刀 三次挥刀 不能伤害到六祖 后面 看过六祖 坦经就知道了 那个六祖 是何等的境界 是不是 接下来 自言是否 反正现在 就是每一个人 讲自己 就是最高的了 自称 自己是否 或者是以佛 相等的同意 例如自称 什么法王 活佛 所以再次注意 佛经当中 没有法王 只有释迦摩尼佛 才叫做法王 还有活佛 这是西藏的一种尊称 那我们不了解西藏的 这个历史的渊源 它整个地理环境 为什么连在家居士 印的一个名片 都写着 什么活佛 怎么会写这样子呢 是不是 我们不了解 它的文化了 所以这个在 在汉地来讲 算是一个 不太恰到好处的一个名词 比如说 你自称法王 是用佛才能称法王呢 有活佛 那是不是有死佛呢 那我们就不知道 它的活佛的含义是什么 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有另当一种含义 我们没办法了解 所以人家称为 慧地大法师 我跟他讲 我就很惭愧了 我称法师 以法为师 以法师呢 我都很惭愧 你前面跟我加一个大 我真的很惭愧 我还在学习 就像一个广化律师的谦卑一样 我真的还在学习 不要这样跟我称乎 或者称为无上师 此为魔用以坏人 对佛宝之正信 正知正见 身着白衣受比丘率 这个是最糟糕的 还有自己一些比丘啊 也不懂得力学 不懂得力学 就是这个比丘啊 接着说 这个在家记事 讲得不错 也给他磕头 在台湾也见过 在中国大陆也见过 不知道 在座诸位啊 白衣顶礼比丘 是顶礼佛陀的那一件 夹杀 你懂吗 那一件夹杀 就是福田衣 所以说 再没有修行的 比丘 真正的受三坦大剑出来的 都有福字的 那一件福田衣 白衣 你比丘 你比丘 修到了福 那么我现在反过来说 你比丘 顶礼白衣 那你 这不叫做颠倒吗 就像 唯末杰基斯 视线 在印度 跟佛同一个 一个年代 释迦牟尼佛有顶礼 唯末杰基斯吗 你这一切的经典 有看到吗 虽然他是佛再来的啊 事项不可坏啊 对不对 唯末杰基斯 见到佛也一样顶礼啊 对不对 理上来讲 那么 唯末杰基斯是金书佛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两尊佛啊 一个是白衣佛 一个是出家佛 详行来教化福祉 但是事项来讲 白衣 见到比丘 就应当顶礼 就现在啊 你就可以看到啊 那个白衣啊 见到比丘 不顶礼 他的心中就有一种东西 这以前呢 有一个人呢 来跟师父顶礼啊 他的头啊 不着地 我就 我也是跟他讲 你心中一定有一种东西 要卡住了 要不然顶礼 怎么会不 头不 头不至地呢 就像有个弟子 顶礼六祖 头也不着地 那个来顶礼师父 头也不着地 我就跟他讲啊 你这样顶礼师父啊 头不着地 你心中一定有一点东西 卡住了 所以啊 我们啊 有理 但是也不可以坏事项 这位啊 看一下 礼就是顶礼 此位在家人 受比丘顶礼 这个就是坏人 对身保的正信 正知正见 翻过来 二三四四 毁谤 禅利 禅利及界定之法 此为用人 用于坏人对法宝之正信 正知见 口中常说神通自在 此用于真进行者的贪着 以令其更加的迷惑 事故无人从今以后 若见有人好说 种种的神通啊 都多么行啊 或者喜欢了班神弄鬼的 便知道多半有问题 或者是将有一些问题 如是之的那 最好敬而言之 请记住 请记住 佛赐弟子 赐是命令啊 佛命令弟子 即使又神通 也不可以随便示现 示现啊 人生难得 经已得 佛法难闻 经已闻 让佛法注释 普利友情 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 希望大家发心 成为法的传递者 和播种者 将手中的法宝 一化为实 十化为百 让千千万万的众生 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 高雄文书讲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